从卡达、约旦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到埃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开始等短几天 抵达以色列又走访中东六国 密集穿梭外交就是为了防止冲突扩大 布林肯16号将再度到以色列与官员磋商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正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 不料期间遭遇火箭袭击一度紧急逃难 照片曝光众人躲在狭小的避难所 不仅救出人质刻不容缓 还要阻止其他国家插手 尤其无法排除伊朗恐怕以某种方式介入 还有真主党可能在北部开辟新战线 美国接着出动福特号和艾森豪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持援地中海 最新消息更传出巴丹号也正在准备中 尽管目前尚未接获命令 但舰上部队能支援大规模疏散行动与人道救援 加码力停以色列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持续升温 美国外交拉拢军事部署 想方设法不让战争扩大成中东地区冲突 三立新闻